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为 你们这个家庭 请到了三位专家 这位是刘雨昕 刘老师 欢迎 感谢 孙晓敏律师 欢迎 感谢 感谢 邵然 这是我们的心理专家 欢迎 希望通过我们专家的帮助 能给你们家庭 找到这个问题 正结在哪 好不好 好 来 老爷子 您先坐下来 我们听听 到底发生了什么 83岁 都退休多年了 是啊 现在觉得这日子 没法过了 没有办法过了 他挺自私的 这老头子 已经向老伴提出离婚了吗 我已经给他提出来了 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当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我就提出给他离婚了 我觉得他是气话 实际上他离不开我 我们一辈子省气检用 养老前 数字中流了 我很气愤了 这是所有的积蓄 对 一百万 我们两口子的 一辈子的积蓄 都给没有了 现在要也要不回来 是您的爱人 拿去做投资了是吗 对 投资什么项目 您知道吗 投资有一个江中宏 有一个十亿公司 他是江西老区新国县的 原来一开始我知道是 他是搞齐城的 齐城 就是他们那里不是去齐城吗 他们一开始我是知道 知道呢 这个他们搞齐城的 而且是修了好多冷库 这个修成这个齐城 再一个说呢 他们江西那个 新国县啊 比较穷 是个革命老区 就是说您 您妻子投资这个项目跟 在江西有关 是吧 跟江西有关 江西的 是投资的是江西的一个项目 是吧 对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的 这个一开始呢 我是知道 我给老板说了 我说投资啊 要慎重 首先把他咨询一下 这个公司怎么样 他允许不允许 集资 国家有没有批准 后来呢 我经过我的朋友 在江西了解了以后 他是非法集资 后来呢 我又告诉他 我说这个江西是非法集资 但是他已经集资了 已经投资了 投资了以后呢 我知道非法集资以后 后来把这个钱就挪回来了 挪回来了以后呢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他又投进去了 嗯 我也不知道 嗯 他也没有跟我交流 他拿不了炉业 他什么他都 哎呀 最后一次投资 然后您是什么时候知道 最后一次投资 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投资了 嗯 我这后来最后发现他呀 睡觉也睡不好 吃饭也不吃 嗯 我就发现了 我就追问他 他在告诉我